哈喽大家好我是TOT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套视频是我在下班回来晚上录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时间 现在是9点20分 我刚刚去送了我要干洗的衣服 在路上买了小笼包补了个妆 我就想说赶快来跟大家更新一下 What's in my bag 如果大家也好奇What's in my bag 就可以继续看下去啦 登登登登 再强调一下我对包没有追求 就是我可能不太会在意这个包包的品牌 或者是它的价格 我只要觉得它的造型好看设计OK 我可能就会很种草很喜欢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包构造 它其实是这种有点三角形 打开之后呢里面这一面是有点这种鸡皮绒 还是什么的材质 这里是它那个包袋的两个收口 里面呢有它小的logo是这种烫印的 前面还有一个小的夹层 放了一些小的东西 背后还有一个拉链的 我很喜欢包包后面有这种小拉链口袋的设计 非常的方便 忘了说它前面这里也有一个tong in的logo 那这个包包构造介绍完之后呢 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What's in my bag 大层里面最大的装的是一个星巴克 他们家就是好像是半卡 然后送了一个小的钱包 是这样圆形的 上面这个图案有starbucks 又一次见证了我喜欢tong in的特点 手掌大小 看看这里面有什么 其实这个包我有好几天都没有用过了 这个东西是一个yuhu的那个隐形眼镜盒 像我今天戴眼镜如果我在办公室遇到脏了 我就直接取下来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有一些零钱 然后就是我的身份证 第二个取出来的是一个canmake的粉饼 我买的这个是一个自然色 这个已经撇皮啦 这个很好用粉饼比较好携带 然后我的T区可能比较爱出油 我就用它沾一沾 我的妆就立刻变得很雾面 所以如果你是混油皮或者油性肌的话 很推荐你用这个棉花糖粉饼 接下来是一款雪花秀的气垫 它对我来说可能比较滋润 像冬天天气比较干嘛 我有时候补妆啊 或者是有时候召集出门的时候 我会直接用这个气垫来补 雪花秀的新包装有改良 它上面这里变成平的了 盒子会更薄一些 我觉得更好携带 再下来又是底妆产品 是IPSA的一个遮瑕盘 这个三色遮瑕盘 我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完 有时候就可能用它涂一下 像这种凸起来痘痘什么的 我会用这种深色的大概遮一下 能够明显的遮瑕 然后再下来是我的一个耳机 这个AirPods蓝牙耳机 我还蛮推荐的 再下来是我的小夹层 有一包纸 小黄人这个系列 以为不时之需 然后下来是冬天必不可少的唇膏 这个唇膏我之前好像也推荐过 是Birds这个品牌的Coconut和Peer 我还挺喜欢这个唇膏的 比较滋润 然后不会黏头发 我觉得唇膏做成梨子的味道 很好闻 比一些什么草莓啊薄荷啊 柠檬的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梨子的味道也还挺好闻的 这个也跟大家推荐过吧 用它来代替睡前的唇膜 因为它的质地其实很厚 这只我会带在包里 是因为它的香味比较好 Birds的这个牌子 然后前面小兜还有一个护手霜 去年的那只 What's in my bag 视频里面 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欧书丹的护手霜 但是呢我现在已经快把它用完了 在外面非常不好挤 我就把它放在家里面 上面写的是美润护手霜 但是惊喜的发现它还挺好用的 它里面是还有一些粉色的按摩颗粒 看得到吗 它里面有一些这种粉色的小颗粒 摸起来有一点硬硬的 它的目的是干什么 去巧制吗 我也不知道 最重要的是没有香味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 之前用的樱花的这款护手霜 已经是很不香的欧书丹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香 我觉得冬天女生的包里 一定要有的两样东西 就是护手霜和润唇膏 这样子才能够做一个精致的GG女孩 介绍完护手霜之后 再来看 还有只口红 我每次拍视频 大家有问我的唇色 不是TF的16 就是我现在嘴巴上的MAC的Chili 我不会经常去买口红 所以我最喜欢的就那么几只 我可能来回的随心换吧 它官方的描述 这个TF16是一个新红色 我觉得TF16会比我嘴上MAC的Chili 也要颜色更偏红一点 MAC的Chili有点偏橘 我这个人因为很练就 所以我有了喜欢的色号的口红 我会一直的用它 除非有下一个可以替代它的色号出现 好我知道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美妆博主 接下来就是一个这个小油盆 我买的这个是一个64G的 上上一期好顾分享给大家介绍过 工作原因吧 我需要经常的去拷贝一些文件 把家里的工作带到公司 不过有个问题就是 因为它这个头比较圆 所以像一些比较薄的笔记本啊 就没有办法插进去 我就找了一本很厚的书 垫在我的笔记本电脑底下 把电脑垫高 然后这样子我就可以把一本插进去 这个U盘呢 大家要谨慎种草 所以这个U盘也是 我包包里面特别可爱 特别喜欢的一个小物件 最后 有两颗这个薄荷糖 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口气 所以这个薄荷糖 我还挺推荐大家可以在包里面放一个 哦 这里还有一个比较侧面的都 这是 两个卫生护垫 我的卫生护垫也是不同的牌子 然后还有一个塑料袋 这个塑料袋也是在721买东西的时候给的 会比较方便 而且像这种袋子本身就是不太环保的嘛 所以你每次去 如果你自己有袋子的话 就不用花钱再去浪费一个袋子了 嗯 我觉得这个习惯大家应该都有 背后这个包里呢 我暂时没有放什么东西 我经常会把我的乘车卡放在里面 不过前几天我的乘车卡丢了 东西掏空之后它就扁了 变成了一个公文包 好啦以上就是所有的 What's in my bag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就下一次TOT毫无分享再跟大家见面啦 我是TOT徐 不要忘记关注我的微博 拜拜 拜拜 我在看吐槽大会 因为我虽然不懂京剧啊 但是我也不知道 那个小孟小冬两个人到底是谁啊 但是你说一个人能厉害到什么程度 能像小孟小冬两个人 不一般啊 肯定不一般啊 这个时候因为这老生啊 他还在笑起来是呜呼呼 哈哈哈哈 我的爸爸咱别吓着 当时我们小学啊全校分着两个帮派 一个帮派喜欢王丽红 一个帮派喜欢套手 打得不可开交 对不对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对吧因为我在开玩笑 哈哈哈哈 一个帮派 听说四年生了三个孩子啊 丽红 你才是老生啊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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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